而特征组现在侦办前理委罗夫柱设委把炒股案经过连续两年监听 怀疑罗夫柱他结合了股市名嘴 投顾老师 金主以及券商 先以人头低价买进三档股票 再利用股市名嘴号召散户来进场拉抬股价 最后导货兼反手做抠两头转 借此有组织计划的坑杀散户套利估计是超过了十亿元 而罗夫柱呢今天将会以被告的身份首都道案来接受约谈 由于本案是陈聪明请辞检查总长之后 特征组首次呢是约谈重量级被告 罗夫柱的儿子罗明才还是现任立委 而后续案情将会如何发展 势必是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